盟国不同调,美产伊斯兰国受挫 周三,美国总统欧巴马誓言要联合盟友消灭伊斯兰激进组织伊斯兰国 在伊拉克,美国获得支持,但是在叙利亚 美国不愿意支持曾疑似使用化学武器的阿塞德政权 因此只能仰赖当地反抗政府的势力 但是叙利亚反抗军却不见得领情 而国际社会也不见得支持美国的决定 美国国务卿凯瑞前天与阿拉伯十国外长开会 各国签署公报同意同心对付伊斯兰国 但是土耳其拒绝签署 德国与英国也表明不会参与空袭叙利亚 我们和我,我们必须不肯定 只要一个军事的方法 只要一个军事的方法 对伊斯兰国人的关系 或是是是是 radical的 组织伊斯兰国人的关系 东新闻 综合报道 对伊斯兰国人的关系 对伊斯兰国人的关系 山北国人的关系 靖西兰国人的关系 本人的关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